今天突然就感觉 在这里的生活好高级 因为有高级的人来了 有酒有肉 有歌 欠一千多个玉米的事 先不去想 早晚会来个倒霉催的 把玉米全粘下来的 好想来一个这样的人 爱我 别走 如果你说 你不爱我 等不及要说爱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 再给我一点温柔 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也就是那样 怎么那么快这一辈子 我们也年轻过 我们也就是那样 但是只是那个时候 不知道其实是很快乐的事情 要没吃 是 以后 去 蠻青春的 我们俩十几年前 他还住在暗姓村子是吧 我记得特别有一句 家庭聚会就是我跟他媳妇下厨 他跟我媳妇坐在外边聊天 我们俩下肚 你记得有一次 就是咱们两家 然后我们俩是喝什么 我说都行 那时候都不喝红酒 是吧 都不喝红酒 都不懂 我都什么都行 他说咱俩喝一瓶茅台吧 我们俩就喝了一茅台 那年他三十二二 我三十一 哇 咱们两个喝酒 对我来说 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记忆 咱们俩在孔一几 当时你让我点多少年的 然后我跟你说 我想按白酒来两斤 这么多人 然后你说 一人两斤 对 咱们最后那天喝了四十斤 所以我在去年 九牛那个 我们俩二十周年的时候 我跟钟蕾哥 我们坐这块喝杯酒 我特别感慨 因为早几年 正好是他跟小荣的 二十周年 我在他们家 我记得特清楚 一个大棚子 弄了一鞋子 这样的一个座位 弄了一个飞机的蛋糕 飞机蛋糕 一个飞机的蛋糕 钟蕾和小荣 小荣两个人 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他跟他太太 是在飞机上认识的 所以那个蛋糕是个飞机 我记得特清楚 一个蓝白的那种蛋糕 好好啊 去年我二十周年时候 钟蕾来 我们坐这儿 那天喝酒的时候 真是感慨 人生一瞬间 真的一瞬间 所以 所以 H3跟维尼 你们两个真的是年轻 你们也年轻啊 对啊 谁也没有我们年轻 对吧 我们才三个月嘞 这一天 嗯 对啊